本地个案,首先1304,女士41岁,她是之前确诊个案1291的太太和1295的妈妈,她没有去过那间宾记的捉面铺,不过1291就去过,应该都是在家居传染的。 1301,就是的士司机,就是我们昨天说过的一个初步确诊个案,她是男士61岁,她在7月23日就去过新法茶餐厅,7月4日开始有点不舒服的。 1317,也是女士60岁,她曾经在前伏期应该去过新法茶餐厅,7月4日就开始不舒服。 1324,也是以前的士司机,没有工作一段时间,她是7月3日也去过新法茶餐厅,7月7日就有点咳嗽。 1315,男士55岁,她也是的士司机,不过我们就没有问到她的情况,因为她现在都在心肢治疗部那里。 1322,就是男士71岁,她曾经去过宾记。 这个老人院港泰护老中心那里,就是除了昨天确诊的个案,现在也有其他四宗确诊的个案。 分别是那些住院友,就是1302,就是男士79岁,1307,就是女士67岁,1316,就是男士79岁,1323,就是男士70岁。 在护老中心那时,都有帮那些员工测试,都找到四个确诊个案。 分别是1310,就是男士53岁,她就没有病征的。 1311,女士48岁,也是没有病征的。 1312,就是女士55岁,我们昨天找她的时候,就开始有些喉咙疼,所以就联络了她进了医院。 1321,女士57岁,她也是7月6号晚上,就开始有些不舒服的。 另外,就是还有一些散的个案,就是那个源头都不是很清楚的。 其中有一个是1305,她可能也是在瓶石楼住的。 1306,就是92岁的男士,她也是我们找不到一些很明显的高危因素的。 她就是住在这个慈政村1313,就是女士42岁, 她住在全弯弯景花园的。 她都7月6号开始不舒服, 又是找不到一些很明显的高危因素。 1314,就是女士69岁,她住在旺角海混角的。 又是,就是找不到一个很明显的源头。 1319,就是男士31岁, 她住在香港那边的,就是住在礼顿山的。 7月3号就开始有些土鳄。 7月4号就有些发烧, 还有好像没有味道。 以后我们就开始出现 的高危险。 1313,就是这种在国防外天, 14192, 1419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